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跟我国的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都具有合作的潜力 而且因为分处南北半球进出口的产品高度的互补 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在经贸交流上面可以收到相辅相成的加成效果 台湾从纽西兰进口第一名为奶粉 其次为肉品和水果 以往这些关税占售价的一成五左右 因此当台纽经济合作协定签署后将逐步免除关税 这些商品渴望降价 协定生效从纽西兰进口的冷冻鸡猪肉 樱桃 苹果 龙虾等 1323项农产品将立刻免税 牛肉牛杂两年后逐步免税 台湾人最爱的纽西兰奇异果预定三年后解除关税 不过还是有人担心协定生效冲击的是我国的农产品 整个稻米排除因为这是我们台湾最大的农业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农业 第二个是关税配额 配额以内是零关税 但是配额以外就是500% 每四年再降100% 他们的奇异果樱桃我们也没有办法生产 所以进来了以后 我想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享受比较低价的这些水果 台湾方面去年出口到纽西兰约6亿美元 主要以电子 机械 钢铁 脚踏车 螺丝等商品为主 台纽签订经济协定后 收益最大的将是工业产品 经济部长张家住表示 目前台湾商品出口到纽西兰 还要克5%到10%的税 之后统统会降为0 对我国GDP的成长也会有实质效应 其实我们出口到纽西兰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工业产品 包括钢类制品 另外我们塑胶制品 自行车 机动车 化学品 工具机 电路制品 签订之后这个关税会降为0 降于0可以为我国总产值增加356亿台币 除了时则经济成长台纽签订ECA 纽西兰商品价格在台湾将会更具竞争力 对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将会造成影响 也敦促更多国家和台湾签订类似的经贸协定 甚至进一步推动台湾加入经贸合作组织 成了台纽经贸协定签署后的一大利多 台纽经济合作协定是台湾和已开发 且非邦交的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完整FTA 也为台湾未来加入TPP和RCEP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果 TMientes医院对外表各府人 操作是 snack内生进口头的美贸 Bread 我们ается微小那边再见 那么径里面的需要种各种阻力